親妹妹 親妹妹喔 跟你差幾歲 又差三歲 妹妹應該主打的是異戲吧 什麼意思 因為其實異戲剃光頭 妹妹不是也跟著剃 真的嗎 其實我剃這個頭髮 她給我的鼓勵很多 那她都是以理性 她都是跟我講道理 然後我們常常都會討論 然後她是說 說她跟我講完之後 因為她是覺得說 你剃頭髮就是剃跟不剃 那她電話掛掉之後她覺得 大家都說剃頭髮剃頭髮剃頭髮 那真的有這麼容易嗎 所以她就決定要自己去做 對就是妹妹也做得到 那妹妹挺你這樣 所以你看到她的光頭 應該是當場淚流滿面 那那天其實很匆忙的出現在戲者會 然後也來不及說什麼 就是上台拍拍照 然後就開始剃 等我把頭髮整個剃掉之後 突然有一個聲音說 那個妹妹要送妳的禮物 我妹妹那天是戴著帽子 然後兩戳頭髮 她走到我面前 然後她就這樣 拿掉 拿掉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傻掉 整個帽子拿下來 她就說 妳放心 我陪妳一起挑頭髮去挑假髮 我陪她 我陪她整個是 我整個 我陪她只是傻掉 我就整個整個就緊著抱著她 那妳們問她說她的飛鐵停在哪 我飛鐵 她說妹妹 妳的飛鐵停在哪 但是一鬆開之後 我們兩個是互看對方大小 對 可是她這樣不會搶妳的風頭嗎 本來那天光頭的只有妳 她原本是 她原本就是希望私底下 然後結果男主角 站起來說 我也不可以 整個技巧被打 然後攝影師也說 我其實也剃了 導演 所以大家一直把 假髮紛紛拿起來 我沒有啦 對啊 所以 妹妹是model 但她剃的光頭要怎麼走秀 我覺得她是model還好 因為其實剃的光頭她可以帶假髮 對 可是問題是重點是 她完全都沒有讓她老公知道 妹妹已經結婚了 對 而且也不敢讓我爸知道 她老公現在還不知道她剃光頭 沒有 當天結束 剃完結束之後 事先沒跟她講 很多男人很care這種事耶 但是其實我最擔心的是 她女兒可能會認不出來 她女兒還不到一歲 問一下妹妹 她應該帶著假髮回家 然後她繼續騙她先生 然後她先生到晚上摸她頭 她就回來了 威脅 對啊 萬一比如說在幹嘛 親人的時候就在弄掉 不然她先生很疼她 她先生頭的道理就是 說一句 你真的很調皮耶 竟然又調皮這件話 好深情的家族喔 所以她現在還維持光頭嗎 是 就是 她現在留的長度是從那天 剃完一直留到鞋子 那女兒對妹妹說什麼 媽媽妳真的好帶勁 沒有啦很小啊 她才八個多 對 媽媽我們回火星去嗎 好我們要歡迎葉佳瑜的妹妹囉 我妹妹的頭髮已經長出來了 對 你摸摸看 她現在的數量跟我又不一樣 真的耶 這個已經有一層了對不對 所以你老公完全沒有怎麼樣 沒有 欸我發現妹妹是圓頭耶 對 很圓 對 她的後腦很漂亮 所以我從小我就一直跟我媽抱怨 我說妳絕對沒有讓我側著睡 然後我媽一直堅持她讓我趴著側著睡 可是我不覺得 可是我覺得其實她的正面這樣比較好看 這邊比較寬 我的有點像蛋 可是通常老外是妳這種頭型 像妳這種頭型 就是媽媽會說因為妳小時候太乖了 所以一躺下去就不動 然後頭就睡得很扁 可是媽媽還是堅持說我們都是趴著睡啊 沒錯 妳們兩個都已經剃成這樣了 媽媽難道沒有想說那我也來剃好嗎 沒有 媽媽那個頭髮砸下來這樣 因為我看妳們的媽媽也是走山頸路線的 不然媽媽願意進來露個臉嗎 OK啊 想不想紅 來媽媽進來 來啦 來 王母妳好 妳好 所以剛剛小孩子妳攻擊的就是這位伯母嗎 好 好 好 下來了 不是啦 我要是剃光頭的時候 好像穿著穿著穿著看的 哇阿姨剃光頭一點很精彩 可是阿姨的裝扮算時髦欸 真的謝謝 其他平常就是這樣打扮 真的 在妳同年紀的媽媽們中這樣不會很突出嗎 也還好 因為我從年輕一直都是穿衣服都蠻特別的 我自認穩 最好有她自己的Style 這個有我自己的Style 所以妳會很想要問他們飛距停在哪裡 你會不會很想問這一次 我覺得阿姨鞋子襪子什麼都很厲害 而且她穿緊身褲欸 在這個年紀要穿緊身褲很難欸 而且她生了四胎耶 對 妳們還有兩個 還有兩個 姊姊還是 我是老大 然後再來是弟弟 妹妹 然後她 然後還有個小妹妹 吳嘉宇妳媽媽有常常跟人家講說 她是妳媽媽嗎 就是享受當新媽的那個 其實 還好 其實還好欸 對 不是很想要出去 因為出去講了一下也不相信 因為她其實還蠻 看起來蠻年輕的 對啊 那妳覺得演藝圈最紅的新媽是誰 當然是妳 當然是妳媽 阿姨妳也太會做人了 阿姨 阿姨 因為徐媽媽有在care這個人 我們讓阿姨先複長 阿姨這樣曝光亮夠了吧 謝謝 救妳再神氣一陣子了啦 謝謝阿姨 謝謝阿姨 阿姨先回去把飛碟的引擎打開 這玩笑真的太想要開喔 好想開這種玩笑 那她們兩個 因為她也是Model走一下彈簿囉 哎呀 這對姐妹倆實在是長得太像了 而且兩個都替光頭 不知道觀眾分得出來哪一個是姐姐 哪一個是妹妹嗎 我覺得她妹妹很明星耶 其實她其實很明星耶 對 對啊請坐 也許五官不是像姐姐那種很正統的美女 可是是有一種特殊氣質在耶 謝謝 她們是 她們誰有小學跟江洪恩 那是陳嘉惠耶 真的嗎 被江洪恩追是不是 國中啊 什麼啊 咱們的粉土戲劇一哥江洪恩 竟然也被甜心主播陳嘉惠給殺到啦 好想 國中的時候跟江洪恩交往 很小 沒有 沒有交往 其實她追你 就是讓她追我 但是因為那時候她 比較哀笑 OK 但是她很可愛啦 她也是真的很可愛 國中生 對她那時候也是國中生 我們同屆的 那當時就完全沒有跟她 有任何機會 沒有啦 那後悔了嗎 還好啦 就蠻祝福她的 欸 每次被講到姐姐 被一個男主持人要電話 是跟你要對不對 對 是跟我要 是她 你們兩個一起去上節目 然後那個男主持人要 你姐姐的電話嗎 對 就被我識破 你怎麼知道你姐不喜歡 我不喜歡 其實她 她蠻nice的啦 對她很nice 但就是像朋友這樣子 但是其實說 可是她 姐姐比較單純 OK 然後我就是 比較容易被騙 對 我這時候就會像姐姐 像姐姐一樣的 感覺 保護她 去保護她 葉佳宇 你妹妹比你早 就是做表演這件事 是 那你當時在幹嘛 她當馬路上 我在做市場調查 什麼這個意思啊 是真的嗎 真的 你曾經是馬路上那種 叫人家填表格的人 街坊 街坊 對 對 我真的 妳那麼漂亮 她在馬路上 叫人家填表格 別人不是跟妳搭訕嗎 對啊 這樣路人應該不會拒絕妳嗎 可是我們大部分的產品 都是以女生耶 像日常用品 重洗髮精啊 沐浴乳啊 什麼的 對啊 大部分都是以媽媽為主 媽媽們會願意 停下來接受訪問嗎 嗯 願意啊 因為我都很誠懇 告訴她 沒關係 如果你不想要留資料的話 我們不勉強 可是妳如果上去攔助一個 我把桑桑